国政政府持续加强女性在职场上的地位 马来西亚已达到30%目标或更多的女性出任决策者的职位 尤其在公共领域已达到35.8% 在4960名职业女性中 有1446名女性位居最高管理层 女性在劳工市场的参与率 从2009年的46%增至2016年的54.3% 此计划已培训844名女性 其中60人已在企业部门服务 9886名女性在女性发展及妇权计划Devisa接受培训 1582名参与者的收入已增加50% 伊马消除贫困计划One Azam 女性参与者占62% 国政政府也鼓励雇主实行弹性工作制FWA 及推行重返职场计划 于2016年国内有32间公司 获得大马人才机构的资源 协助168名女性重返职场 国政履行我们的承诺 以民为本 居下为先